哇 醬油 米酒 糖 說好了啦 這個真的很好吃 咦 什麼東西這麼好吃 想不到吧 鮮甜肥美的鵝肉 居然跟光電也有關係欸 現在就帶大家來看看 位在嘉義的光電養鵝場 影片中的謝大哥 已經有20年的養鵝經驗 是鵝場的二代接班人 鵝場早起是戶外養殖 後來遇到情流感爆發 為了減少鵝的染病 開始有了室內的養鵝場 我們的鵝是吹著冷氣長大的 我們養殖在室內空間 屋頂上結合太陽能光電 可以讓我的蓄色再降二到三度 然後讓我的產能更提升 然後鵝滋養得更肥美 現在就來看看 擁有超過50萬訂閱 現居法國的台灣廚師油土博阿辛塞 跟他的懂鵝好朋友 用光電下生長的鵝 結合其他農店共生的食材 可以做出什麼特別的鵝肉料理 鵝怎麼這麼好吃 因為現在天氣比較冷了 很快地用謝老闆提供的鵝胸 光電鵝 對 光電鵝 快速地做一個湯 沒問題 來 幫我處理 來 交給我了 來 我們可以把那個鵝肉放到碗裡面去呢 放一點鵝腸 來撒一點鹽巴 好的 我們這道湯就叫做 天氣冷的鵝也想泡湯啊 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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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直接喝一下 來 試試看看 好吃 好吃 好喝 小狗 你中狗 好喝 老闆如何 真的鵝肉 真的鮮甜 那你這鵝肉為什麼這麼鮮甜 鵝肉為什麼這麼鮮甜 鵝肉好吃的秘訣 就是這個 楞尾草 吃楞尾草可以幫助理腸道更健康 然後其次這個幫我們節省治療成分 有吃楞尾草的 鵝肉是會更加鮮美 大家傻傻傻很好奇 鵝吃的楞尾草 不 是楞尾草 到底是什麼 現在就帶大家實地看看 這個會自己動的光電板 不是變形金剛啦 它們是追日型光電板啦 謝大哥的兒子們吃的蘭尾草 就是跟開陽暗場農電共生種植出來的喔 這個追日型光電板啊 可以隨著日照變換不同的形態 不會影響蘭尾草的種植跟收成喔 看鵝兒們吃的這麼香 看來這個農電共生的蘭尾草 簡直完美啊 來 現在我們來煎鵝胸啦 來 鵝胸拿來 沒問題 那個皮內面朝下 喔 我沒有放任何一滴油 為什麼 因為這個鵝的皮油很多 聽這個聲音就很好吃的 一到這個盤子上面給它休息 然後我們把剛才倒出來這些鵝油 再倒回去鍋子裡面 香菇 香菇水 倒油 米酒 糖 這樣給它稍微煮一下 應該煮個五到十分鐘 我覺得這個醬汁應該差不多耶 喔 吃完了喔 現在我們把剛剛休息好這個鵝胸 切它了 那我們切呢 不要直接切皮這一面 切肉這一面 這樣子比較好切 然後我們現在擺盤了 這個盤子上面我們先鋪上這個 切好的紫洋蔥 這時候我們把鵝胸一片一片擺上去 然後現在淋上剛才熬好一個醬汁 來 最後是我們法餐耍雞掰的手法 種菜 就是N酥 大家可以隨自己喜歡喔 你可以用蔥花也可以 請問奧城師這道叫做 這個喔 欸 法文名字呢 叫做 好的 這是我們從烤箱拿出來 又冷卻之後的這個 一起進烤箱給它烤 2000年後 來 這邊檢查這個 鵝腿上色的怎麼樣 漂亮漂亮漂亮啦 還那麼均勻喔 來 錯一下 也可以 來 我們來擺盤啦 來 首先這個盤子上面 我們先放進去這個 鵝血糕 來 再來把我們這個農店 香草油蜂鵝腿 搬上去 鵝肉香草 鵝肉貢丸 蒜酥 上面撒一點下去 油蔥酥 好 九層塔葉 試吃時間 哇 你們很厲害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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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養的鵝也很厲害 你到底是怎麼養出這麼好吃的 大部分的業者都是養的鵝很厲害 只是說我們的差別在說 我們是室內養子 那室內養子除了不只把鵝養得好以外 最大的好處除了 晴流感的減少發生的機率 我們還可以提供 屋頂上增設太陽的部分 那太陽的部分可以給我們 增加我們業者的收益 除了發電 我們承諸給業者 太陽光電業者 屋頂的是我們有出境 對我們的建置成本 那發電完那個店怎麼辦 主要是給附近的居民使用 當然我們是也用得到啦 那等於就是台電不用再發電過來這個地方 當然當然 大概是這樣 不足的時候才會發過來 那這個電廠等於這個小型發電廠 這高科技欸 那這樣高科技養出來 跟你們平常進的那種放養的 這我真的要講 跟我平常在店裡用的 雖然說不是工店的鵝肉 但是現在吃起來的感覺 一樣的好吃 所以說這個品質上面是真的是可以的 老闆真的厲害 給你個讚 按你個讚 我這個鵝胸控制大概是五分熟左右 這個真的很好吃 而且很清爽 這個很好吃 很棒嘛 好啦 好 那麼以上就是這次的影片 如果喜歡我們經濟部的頻道 記得幫他訂閱按讚加分享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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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剛才倒出來直接壓力 喔還好 我想到 我想到 好 沒關係 OK OK 來 進烤箱 看不出來 不要